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晶益 让美国不太好过的2020年 没想到也是旌旗收尾 这一期我就来谈谈这个旌旗 还有这结尾 对接下来美国的政治格局影响可不小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周二我在白宫意见里面提到 特朗普不签经济刺激计划 让美国百姓得不到经济援助 连带还恐怕让美国政府 在年前关门大吉之后 第二天在他离开华盛顿 出发去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 工作休假之前 他还否决了超过半世纪以来 从来没被否决过的年度国防授权法 他的举动让众人留下了一头雾水 过了个圣诞节又过了个周末 终于特朗普还是大笔一挥 将经济刺激计划给签署生效 化解了美国政府和百姓的燃眉之急 似乎也在告诉世人 在明年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 他仍有完全不可忽视的巨大权力 没想到当地时间的周一 却出现了反转 他不少的同党同志反了 连最拥戴他的媒体 都要特朗普停止发疯 为什么呢? 先前情提要一下 在美国国会于3月底 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 国会两党就第二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始终僵持不下 直到今年底美国疫情恶化 经济陷入不确定之后 国会两党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 才赶在圣诞节之前 好不容易妥协通过了刺激企划 其中包括给每个美国百姓 发600美元的纾困金 就等特朗普签署生效 没想到特朗普提高纾困金到2000美元为由 不签 他同时还加码 还否决了近代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行礼如遗 一定会签的国防授权法 因为这法案简单说 就是给美国国防部拨款 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 不过特朗普想要在法案中取消 对社交网络公司的免责保护 外界认为这是因为特朗普 对于推特审查他的推文感到不满 而取消这保护 就能够更好地提高推特 可是由于经济刺激计划和国防授权法 都得到大量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 而且增加纾困金是多数国会共和党人所反对的 因此特朗普这连串的举动是引发了巨大的困惑 为什么他不和国会共和党人站在同一阵线呢? 刚提到多数国会共和党人反对增加纾困金到2000美元 但是增加纾困金却郑重国会民主党人下怀 不只一向与特朗普不对盘的国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 都赶紧给特朗普鼓鼓掌 连拜登都说增加到2000美元 好啊! 打铁趁热 佩洛西赶紧组织民主党人占多数国会众院来投票 在周一不止众院200多名民主党人同意 还有44名共和党人 似乎是为了向特朗普表忠臣也违反了共和党的意志 同意增加纾困金 但多数众院共和党人还是罕见的公开的反对了特朗普 那这增加纾困金的法案 下一步就看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参院会不会同意了 那么同一天众院还组织了另一个投票 以压倒性的票数是推翻了特朗普对国防授权法的否决 这也一样要等国会参院表决 一旦参院也推翻了特朗普的否决权 那这不只会是特朗普任内第一次遭到博会推翻他的否决权 而且也代表着多数共和党人选择公开反对特朗普 不只国会多数共和党人反了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纽约邮报 对就是那一家在选前大幅报道拜登家族贪污腐败 而自由派媒体几乎没有人跟进的那一家报纸 在周一这家报纸也是破天荒的在封面痛批特朗普 写着总统先生别再发疯了 你已经输掉大选了 文章内容批评特朗普选后一连串推翻选举结果的举动 根本是鼓励反民主的政变 而特朗普身边围绕着说外国势力操控美国大选 还有鼓励特朗普实施戒严的人简直丢人 纽约邮报担忧特朗普的举动会让共和党在明年的1月5号 输掉佐治亚州的参议员选举 一旦如此 这也将代表民主党将全面掌控白宫与国会参众两院 而民主党人也会全面的来推翻特朗普在任内的所作所为 基本不太可能能够翻盘的特朗普 为何在最后谨慎的一点时间还要与国会共和党人闹僵呢? 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是 比起这些援助美国百姓和巩固美国国防的法案 特朗普现在更为聚焦的反而是专注于他对国会共和党人的不满 因为他认为这些共和党人没有权利帮他推翻选举结果 他的举动就是要让他们不好过 假期也不能够好好的放 不过更实际一点的 是他可能也借机要这些共和党人选边站 要么就是对他表忠诚 或者是与共和党的建制派站在一起 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四年后再战的可能性极大 透过推翻大选结果的一系列募款 这一回特朗普也募得了巨额资金 加上他仍有庞大的支持者 是既有钱又有票 不少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想要当选或者连任 还是需要站队 请求特朗普的支持的 尽管这代表着接下来共和党的裂痕 不只无法弥合 还会进一步加深 这也为共和党东山再起 投下巨大的变数 谢谢你的收看 还有新年又到了 白宫意见也将会推出 对今年美国时政的回顾 与明年的预测 还请订阅哦 谢谢 平安